大哥方块是用海经石痕鱼做的 所以他这个财富值肯定是像大海一样非常的多 我们要认真的去玩这个方块 先来一堆 24 因为我看我家里好像有两个多亿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亿一千万了 所以EMC值就不用太珍惜了 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这点EMC值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做出无尽贪婪 然后横扫混沌守卫的基地 这大概最少得用几十个亿 三十个亿打底 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财富来讲 那都 对啊 你在干什么 你过来干什么你 来给大哥改方子 兄弟们 直接绿屋盖顶 我去大哥你今 怎么说 大哥怎么捡血了 别闹我 哦我这裤子的问题我知道了 我这裤子一蹲下 我会把大哥直接推抖 大哥别害怕我把裤子脱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大哥的房子盖好 哇兄弟们今天运气是真的好 看来我今天欧气十足 今天晚上直播高低地玩会儿这个幸运方块儿 可不能浪费了今天的大宝运气 盖一个四层小屋应该就够了 有了大哥 我们的EMC值能够迅速增长 那么速度到底有多快 这个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好大哥 大哥别名叫大哥 但是他实际是一名这个屠龙勇士 是他们村子里最会屠龙的村民 给大哥安个灯泡 高端的大灯泡 这样的话这里边就不会刷怪了 大哥还需要一些工作台 一些工作台 再加一些娱乐设施 比如是这个门 对吧 工作台摆好 给大哥把门摆好 这还是高级的深色项目门 一般村子里都没有的 非常的高端 多余的幸运方块就可以卖了 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卖了 那背包里留一点必需品就可以了 大家大哥这边 你看木棍换心标 按钮换笼弹 我们就换这个 为什么叫他屠龙勇士 就是因为他能够换笼弹 而且很划算 来来来来 按钮来一背包 一背包大概是多少亿呢 咱也不知道 跟大哥换一下就知道了 一阵 两阵 哇 这大哥满意的笑声 大家快听 我去手速不够快了 兄弟们 我现在手速有点慢了 可是为什么交易的时候 感觉是一群村民在跟我说话 好深哦 现在是七个亿 哎呀还可以啊 一背包有五个亿 那我们再换一背包吧 咱目标是三十个亿 换四轮可能有点难受 但是手里有十个亿的话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ok 换完了 跟大哥这边进行了一波非常划算的交易 大哥也是满意的很啊 他们村庄急需按钮 又不会制作 那我这里刚好有转化桌 可以大量制作按钮 这是一门非常划算的交易 这个叶峰的好大哥 感谢我们的好大哥 对吧 这是我玩幸运变形 至少是录视频以来啊 最果断的一次 只用了一个方块 大家切记啊 这是我的最高纪录 连直播带我的录视频 都算上 玩过的这千八百次里边都算上 这绝对是最快的一次啊 只用了一个方块 大哥就给弄出来 大家可以收藏一波 喜欢的这个系列小伙伴们 可以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集见